原标题,贵州水城县一向到坍塌政府转移住户居民称事发的城市采矿区 11月25日傍晚,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县双水街道朝阳社区 新发组一向区内发生不明原因地面坍塌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一辆满载水泥的拖拉机正准备系货 瞬间司机连人带车坠入坑内,随后连续三个多小时,现场发生持续坍塌 当地政府已连夜疏散周边居民并在现场周围方圆500米外设置警戒带 拖拉机瞬间掉进坑里 当晚,市民时大爷正在家吃晚饭,电视里新闻连播还没有结束 听见窗外有人在喊拐楼拐楼,他和儿子出门观望 发现人们都在往东侧新秀的那一顿楼房方向涌 有个拖拉机掉下去了,水泥才刚刚拖来 地面开裂了,司机没有马上下车 可能还犹豫着要不要先下水泥 瞬间拖拉机的斗线线下去 接着整个人就仰面跟车一起掉下去了 一名妇女惊慌失措的描述 当晚,水城县有关部门将周边几栋楼上百户住户全部转移 11月26日下午,贵州都市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从霜水新驱良都大到东段往南 市巴中东侧的斜坡上都拉上了警戒线 工作人员在劝离试图靠近现场的市民 除了消防车交警巡逻车以及水城县公安局两台反恐防暴车驻扎 在现场外还有起重机在附近待命 根据水城县人民政府公告 事故发生于11月25日19时30分许 公告要求为确保广大市民生命安全 紧急避让期间 请广大市民和车辆不要进入警戒范围 借出时间以现场公安人员告知为准 请大家不要误性谣言 更不要以谣传谣避免引起恐慌 请大家投进靠友或进驻县政府搭建的临时帐篷 需入住的请与县民政局人系 办了班家酒 新房还没进 那个司机师前期来此地务工人员 就住在附近现场围观的市民胡大爷 告诉记者托拉基司机姓洪和弟弟一起来水城工作 与当地人结婚月仗家正是天坡债及新发祖居民 据胡大爷介绍当玩垮塌发生时 现场并未产生很大动静 但是之后20点到23点之间不断地垮塌发出轰轰轰的响动 吓得全家赶紧逃出门来 跟地震没关系 那个位置是以前的千心矿 是多年前都还在开采 那一片规划半天后 地计卖给人修安置房 修了住不完的 有人委托双水小广场边上的中介公司帮出售 以拿回一部分建房成本 杨大爷说 当晚住在他县坑道旁八楼的他 听见他县身后带着全家出逃 当时抬手看表显示20点52分 杨大爷说 消防队连夜用绳索放人下坑 查看 但是时腰都看不见 坠落点正是他现坑道阵中心 住户王先生向记者表示 为方便孩子读书 他购买朝阳一项的安置房 买房与装修一共花了近40万元 11月25日下午在双水河香甜酒楼半酒 20点休息准备带亲友回家去参观 新家还没走到门口 就看见警察和校方前来挨家挨户疏散 当晚他们全部住进小广场的安置救灾棚 来源 贵州都市报 责任编辑 张玉 贵州都市报